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ZACK和老茶A的VTUBE調查局 新街彗星篇 如果還沒看過上集的朋友啊 可以點擊畫面右上角的資訊卡 先看上半集唷 好了 那我們馬上開始繼續我們的故事 接著說下去 在新街正式加入Hololive之後啊 他才慢慢的展現出了他各種除了唱歌以外 令人難以想像的技能 其中有一項啊 老茶我得老實說 我真的很佩服他 那就是俄羅斯方塊 啊什麼俄羅斯方塊 那不是已經是上個世紀的遊戲了嗎 對 各位 就是那個俄羅斯方塊 也就是俗稱的打快 而新街他有的呢 正是打快女王 這樣霸氣的一個稱號 不用多說什麼 各位 直接讓你們看看新街他打快時的樣子 看看他玩俄羅斯方塊那個speed 各位應該就懂了 這個速度之快啊 真的很扯 俄羅斯方塊這個遊戲啊 在經歷過幾次的改版之後 也增加了許多不同的玩法 像是現在就有這個PK戰 PK戰的玩法就是兩個或多個玩家一起PK 只要嚇到自己一行的俄羅斯方塊呢 就可以隨機給對方增加一條一樣的壓力條 因此呢 就衍生出了很多不同的戰術 像是累積一波方塊之後 再一次性的送給對手啊 或是使用更進階的踢轉戰術 而這些技巧 新街他通通都會 傳言與新街連動打快的人啊 沒有一個可以撐超過30秒 一下就被KO了 因此啊 也被犧牲為一次性連動 根據目前的統計紀錄啊 夜空沒路撐了23秒 玉月巧可呢 撐了21秒 羽衣媽媽啊 撐了20秒 犬山19秒 天音16秒 哈恰嘛 15秒 但是不使用30秒就KO一個VTuber啊 還不足以構成新街打快女王的稱號 他還有過多次EV98的一個挑戰 在遊戲的群體PK當中啊 戰鬥一開始呢 新街原本是一路領先的 接連擊敗了97名玩家 然而啊 卻有一位撐了下來 最後居然還擊敗了新街 - 強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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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這場戰鬥居然釣出了世界第二的打快高手 據說這場直播啊 世界第一也在聊天室裡面管戰 果然啊 強者是會互相信你的 如果你以為這就是他所有打快實力呢 那你還太小看他了 他還可以邊開割回邊打快 - 強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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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邊砸談邊打快 I'm speak English only I'm difficult I'm English difficult 哈囉 這就是所謂王者的餘韻嗎 根本是一個真真實實的打快高手 但打快的同時星傑仍然不忘創作 在加入Whole Life一年後 星傑迎來了自己的第三支原創曲 同時這首歌也是老潮個人最喜歡的一首原創曲 Next Color Plane 這首歌跟前面兩首歌有著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這首歌的歌詞完完全全是由星傑本人去操比的 在當時推出這首歌的時間點 星傑的訂閱數來到了17.2萬 比起一年前成長了將近30倍 他的努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閃爍了星光 遙望著夢想 不安的聲音屏息以待 閃亮耀眼的色彩 曹光養晦的日子 將用這個旋律傳達出去 實實的星傑無影已經是一顆翱翔與宇宙的彗星了 剩一步一步的把自己的光芒發散到宇宙中的各個角落 會飛多遠呢? 我們接著說 如我們前面所講 星傑他對於遊戲其實有著一個很不錯的天分 對於遊戲的學習能力也很優秀 像是他原本並沒有玩過APES這個遊戲 剛接觸的第一個禮拜很明顯我們一看就知道 啊 是個銅牌 但當他跟AQUA以及TOA 三個人組成這個STAND隊伍後 星傑透過不斷的練習啊 短短一個月時間 就讓他的實力提升到差不多有白金等級的一個實力 雖然最後三個人沒有打出像前幾名這種名次 但三個人的感情以及星傑的成長 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也帶給了我們很多很精神的直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Western 啊 but 但是 好感 嗯 我都不太悲壞了 但是我不太悲壞了 但我不太悲壞了 但是我都不太悲壞了 嗯 我都不太悲壞了 很悲壞了 非常感到 我都不太悲壞了 是很悲壞 今天都不太悲壞了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悲哀 大家都覺得很悲哀 但我真的覺得很悲哀 其實從這一步難看得出來 新界還有一個不服輸的性格 面對挑戰會想要拼盡自己的權利 去征服他 這點在HOLF的馬力歐賽車杯上也看得出來 在2019年舉辦的第一屆HOLO馬力歐賽車大賽 在HOLO杯前一周他才剛買遊戲 並且在一周之內從新手變成掠懂掠懂的玩家 那一周幾乎是天天瘋狂馬力歐賽車 在賽前的備戰之夜 他跟白湯吹雪兩個人練習到隔天早上 但畢竟這一戰還是太臨時了 最終新界不幸敗下陣來 在後來落入雜魚組之後 才在雜魚組中取得第一名 但他力盡明年一定要血池 一年過後準備一年的新界捲土重來 在經歷了多次的纏鬥之後 以一分之差的姿態 擊敗了上一屆的冠軍AQUA 成為HOLF當中新一屆的最速女王 真不愧是新界列車咻咻咻 面對挑戰就是勇敢的迎向他 之前真的讓老巢我很佩服 而接著我們聽到的新界列車咻咻咻咻 想必各位應該就知道我們說完遊戲力之後 要來說什麼了 是的身為一個真正的六邊形戰士 這個搞笑自創梗的明理 是絕對少不了的 新界雖然有著看似相當正經的一個外表 看起來開口閉口都很溫柔 口吐芬芳很優雅的一個女孩子 絕對YAHOO 沒事 會發出 YAHOO 完了各位我快壓不住他的這個李仁格 YAHOO 好啦對各位 新界的李仁格就是藍色神經病 在這一本正經的外表之下 其實隱藏了一個非常可愛活潑的靈魂 新界他常常在直播當中啊 時不時就會發出一些很奇怪的聲音 那邊開始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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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喔耶 然而厲害了 他隨口起了幾個音 居然可以讓老茶我覺得好好聽 像是這一個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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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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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對各位這段熟悍的旋律 就為這段歌迴 畫出一個很可愛的動畫 接著另外一名海外Youtuber Cicca Claire 第二棒這段影片加上了配樂 最後出來成品呢 就是這個 隨便橫耳歌都能變成梗 而還有另一個席卷的整個Holo的梗 沒錯 就是 這個梗的起義呢 源自於是新街學習英文發音的一場直播 是的 這位帥氣又可愛的大姐姐新街 堂堂的六邊閒戰士 唯一一個會難倒她的東西 就是英語 日本人對於英文的學習方式 老大我們在學習正確的英文發音時 有這麼一點點困難 於是新街就開一個學英文直播 去學習最正確的發音 而學校中間時啊 有一段英文的發音 特別的奇怪 就是這個 Hi Honey Hi Honey 這個Hi Honey 一出 到的聊天室笑到不行 很快的Whole Life 馬上就發揮了這個horror的傳統 聖類V 與聖類V之間的梗是相連的 很快這個門馬上蔓延開 聖類其他VTuber都相繼貢獻自己的 Hi Honey 而最早新街的那個版本呢 自然很快又被做成了各種動畫 其中老巢個人最喜歡的 最後這個由動畫是快所繪製的版本 短短的幾秒鐘就可以讓大家恐懼萬分 這支影片累積至今的點閱率 也已經來到800多萬的觀看次數 看來大家都還蠻怕金斧頭的威力的嘛 Hi Honey 而新街除了很會在直播中玩梗做效果外 要不用說他本身就自帶了很多名譽 新街列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台新街列車最一開始是出自於 官方Holo小劇場當中109話的一個小短片 這支短片當中聚集了HoloLife 這間公司裡所有的贅述傳說 馬鈴丹車還有牡丹賽車等等 由於這段小動畫看起來不知道刻了什麼東西 還展現了一點點新街的併交屬性 很快就變成新街代表現的一個梗 只要遇到新街遇到火車 就會 這段動畫配上任何跟速度有關的歌啊 也很百搭 那大家看到這邊啊 心中可能就會有個小小的疑問 欸為什麼新街的速度可以這麼快呢 根據老茶王 觀察一下這個新街列車這個外型 發現它有一處的這個地方 會讓它的整個風阻是比較小的 假如這個新街某個部分 再大一點的話 會形成比較大的一個風阻 好了各位我們今天要講這個梗了 比較危險一點點 那就是 水星は今日も実際 誰のせいだと思う 不要 不要過來 新街今天也很小 到底是什麼梗呢 其實這一句的原話是來自於新街 他每次直播的一個開場白 水星のごとく 水星的音量 有一點太小聲了 就被Miko給接了這句話 分かった 水星が喋り出す時 水星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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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原本是說聲音很小聲 但是因為據新街自己所述 他這個人物 立繪啊 是完全依照自己的身材去設定的 再加上他的身形啊 與銅社其他多位VTuber相較之下 確實有這麼比較單薄一點點 對這方面的話題就會稍微比較有一點點 敏感一點 遠遠的人就能感受到她的威壓 在這之後這也變成了一個梗 時不時就會有勇敢的人拿這個去鬥新街 這邊有個小趨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次新街頻道的收益化被莫名拔掉之後 她很難得的用了以前的Live2D 開了一場粗配性 其中在三圍的這個地方 做了一點小小的改變 各位 胸圍170是什麼概念你們知道嗎 平均F罩杯的這個上圍呢 都也才112公分啊 170公分 嗯 這是什麼概念 不過這當然只是新街她在玩梗 就像老茶友之前的這個茶針大一樣 不過老茶還是得勸勸大家 什麼什麼很小的這些作詞言論 唉 大可不必啊 珍惜生命遠離幾歲 看到這裡大家可能覺得 欸新街是不是好像有點小小的可怕 錯了各位 你還沒有真正認識到新街她並交的厲害啊 至少你沒有像喬可老師一樣 親身經歷過 在今年8月份的時候 HOLIVE有一個RUS的伺服器 當時新街跟喬可老師是屬於不同陣營的人 但是新街為了進喬可老師的家 在門外做了一波 彷彿只有在動畫中才能看到的 並交操作 Choco先生 Oi Sui Ch én 成功以下生在 無限? 武士全部使っちゃった チョッコ先生 何も使ってなくない? 家で使った いやいや 火薬とか 火薬? ロケットとかC4とかさ それは 我收掉了 所以現在沒有 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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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C4真的沒有在這裡 Choco無法證成 Choco先生 開門 PASWORD 在這之後啊 邱哥老師一次就換有星際的PTSD 而造出這梗的Miko呢 怎麼到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其實他跟星際啊 也有著一些特殊性關係的 各位就像我們前一集所提到的 自古紅藍出CP 星際跟Miko在2021年間組成了一個 MikoMato組合 雖然說被稱之為商業貼貼啊 但其實兩人互動起來非常的愉悅 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很要好很自然的互動 同樣地 自分為商業貼賞我們的 是ra賞 所以我們在選擇 還滿好笑的 但是今天在某方面來說 是很照顧很寵Miko的 MikoBudu 也是現金喔 最穩定的紅藍佩骨 至於另外一個嘛 然而有一說 新街善於照顧人的這個姐姐屬性 其實很有可能就源自於 她自身家裡當中的另外一個女人 就是新街的親姐姐 姐姐 沒錯 其實Holo身邊的家人啊 不管是佩奐的媽媽兔媽 或是摩�的弟弟 摩弟 大家往往都抱椅子極高的興趣 對新街的姐姐啊也完全不例外 在早期新街的姊姊還蠻常在她的直播中出現的 姊妹倆人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要好 讓很多人很喜歡看她們互動 甚至在新街兩種眼的演唱會LIVE上面 姊妹倆人還一起唱了一首 姊妹倆人這麼會唱歌這是可以的嗎 在許多大家小小的互動上也不難看得出來 姊妹倆人的感情是真的很要好 在生活中的大小是都會互相照應 姊妹倆 姊妹倆 星街頻道的成長速度也以每個月10萬訂閱的速度飛速成長 到了第三年2021年的6月份 它的訂閱數就來到了以前從來不敢想的100萬訂閱 但是我一直在做了一件事 所以我一直在做了一件事 最初是非常有趣的 但我一直在想通常 我一直在想通常 我一直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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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想通常 很多人 非常有력 我真的 嘩 了解 所以 我也是 一定可以 也很安 FType 我心稚 在這場上 今後也要再幾年也要頑童 各位請多謝 是的這顆彗星 不管多少年都會繼續前進下去 同年9月份 新街推出了首張個人專輯 Steel Steels Stella Stella的意思呢 如同星光般燦爛或精彩的 這個詞真的很適合新街 這首專輯當中啊 共收入了12首單曲 除了我們前面提到的幾首之外 還有三週年所推出的Ghost 以及Stella Stella兩首主打曲 各自都代表著新街不同階段的一個心境 Ghost的中文就是鬼魂、幽靈 向珍珍呢 VTuber的內在 靈魂 也就是魂的存在 當時在創作這首歌的新街啊 感受到VTuber這個行業 在網路上很紅沒有錯 但離開網路後 在普遍日本人的社會當中 卻還是有很多很多人 仍然不認識這個圈子 這樣要登上自己夢想中的舞台 舞蹈館 還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然而新街也決定 無論他用的是什麼樣的身份 都要讓這個世界聽到他的歌聲 就算是像鬼魂般的存在 他也要大聲的唱出自己 這首歌也被他選為 個人實體演唱會的開場曲 彷彿在告訴了大家 他就在這裡 真真實實的踏在舞台上 而另一首也是個專輯的主打歌 Stella Stella 這首歌呢 則可以說是貫穿了 新街從無到有的一生 歌詞當中有一段非常重要 各位 這邊記得打三顆星喔 之後會考 不要當個等待誰來拯救的灰姑娘 要成為一個積極改變自己命運的王子 這句話可以說是他對自己的人生裡面 最完整的一句描寫 這顆星之原始用燃燒自己的生命去創作 告訴了我們每一個人都能聽到喔 但不一定每一個人都相信 或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的道理 那就是努力再努力 在燃燒殆盡以前 不放掉眼前的每個機會 每個可能性 2021年10月21號 新街舉辦了自己個人的實體演唱會 Stella into the Galaxy 這對他而言是自己第一次 以個人的名義舉辦了實體的線下演唱會 線下演唱會跟線上演唱會有著一個很大的不同 當觀眾不再只是一個數字 而是一個一個的人時 現場大家的應援 大家的熱情 那跟聊天是刷很快啊 按讚按很多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檔次 這對於任何一位歌手也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而今年新街的成長更是讓人大為讚嘆 像是今年3月31號 新街所舉辦的 出道4週年3D Live 最大同監人數呢 就來到147,322個人 並起來就在這個月的5號 11月5號 新街頻道總觀看次數呢 我們來到4億這個驚人的數字 4億啊各位 這可是全日本人口兩倍的一個數字 看到這一刻啊 我只想說 這絕對是一顆無比耀眼的彗星 從前面我們說的故事當中啊 我們認識到了 那個在得知聯合後 提前練習了一週的新街 到那個在輸的比賽後 發奮猛拼 隔年衝上第一名的新街 我們都知道不能放棄這個道理 但真的要做的時候呢 又有多少人可以真的做到這一點 而新街他不單單只是做到這一點 他甚至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啊 做了很多很多 老潮這次在做影片的時候啊 把網路上大部分的文章 大家的留言 甚至是2018年、2019年 可以搜到的網站都看了一輪 於是啊 我發現新街早期在使用的一個棉花糖 在這些棉花糖當中 有些時機點非常非常的早 像是訂閱數只有500人 推特追蹤數只有600人的時期 而老潮我翻了整頁的棉花糖 少說可能有三四百折棉花糖 甚至是更多 因為老潮沒花到底 每一折棉花糖 各位注意是每一折棉花糖 新街他都很用心的去回覆去看待 每一折都回 不管是希望聽更多歌的粉絲 問他喜歡什麼麵包的粉絲 亦或是期待著新街直播的粉絲 甚至是新街他自己的媽媽 他都一視同仁 認真仔細的回覆每一折棉花糖 其中有一折棉花糖 老潮覺得蠻有意思 有一位信用者問新街 這顆星之原石 未來想要飛到哪裡呢 而新街回答 我要一路飛到最高點 一個努力的人把事情做到100% 很了不起 但新街他把事情做到120% 這就是一些一般人會忽略的細節 但他珍惜每一個粉絲 每一個新勇者 看到這老潮瞬間明白 為什麼他如此堅持著 保留著自己的頻道 因為他始終相信著自己 相信並且珍惜著這些新勇者 人們都說一首歌啊 代表著一段故事 用這句話來形容新街 真的是再貼切不過了 從最一開始滿懷期待的踏路 到被現實打擊後的成長 再嘗到努力終得回報的果實 以及現在逐步飛向夢想的彗星 曾經那一刻 被埋沒在人海中的星之原石 如今已經成為穿越於宇宙的閃耀彗星 老潮我相信啊 終有一天星街他一定會完成 他當初所取的這個夢想 而這顆彗星最終會飛到哪裡 會飛多遠呢 我們誰也不知道 老潮我一知道的僅有 他的歌聲所到之處 會讓人打起精神 重拾對夢想的渴望 一段好的音樂 一首好聽的歌 可以飛越萬里 可以存在千年 可以振奮人心 也可以一掃雾霾 照亮一個人最黑暗的時候 就像一顆畫過夜空的彗星 明明身處於一望無際的黑夜 卻總是最耀眼 不停發光的存在 這就是偶像明星 這就是星街彗星 我會知道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內容 希望大家看的還開心 老實說星街還有很多故事 跟歌曲的背景可以講 但是礙於影片的篇幅啊 沒有辦法在今天影片呈呈給大家 所以老潮也非常歡迎大家 在這支影片下方留下你的感想哦 老潮我也要跟星街好好的看齊 今天這支影片 無論有多少個留言 只要你是真心的好好的留言 老潮都會回 最後老潮 非常感謝多位考量員 以及眾多信用者的協助 多亏大家才有這支影片的誕生 那喜歡這支影片 不要忘記 記得幫這支影片按個讚 各位 然後一定要訂閱老潮的頻道 拜託了各位 訂閱一下 訂閱一下 有用IG的朋友 也歡迎追蹤老潮的IG 他最近快破案囉 想要更多調查局的話 請點這邊 如果願意想個臉 看一下老潮的Vlog的話 點這邊 可以看老潮去賭碼 還有去ACG聖地的偵查影片哦 好啦 最後非常感謝收看到這裡的各位 老潮很謝謝你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大家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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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